邓紫棋指责主办方欺骗观众,田富珍,五月天为了满足歌迷,演唱会超时被罚款,还有哪些明星欺骗观众? 又还有哪些明星为了满足歌迷而被罚款了? 昨晚,邓紫棋在中山参加商业活动,和主办方约定的是唱四首歌曲, 所以在唱完四首歌曲后便鞠躬离场,观众们以为邓紫棋去换衣服了,时迟等候却没再出现,后来才知道已经退场,观众知道后,纷纷砸场,要求主办方退票 原来主办方宣传的时候,欺骗了观众,宣传成了邓紫棋演唱会,而实际上和邓紫棋约定的只唱四首歌曲 这确实对于观众,尤其是粉丝,肯定不会买主办方的账 邓紫棋也并不知情,后来在微博上知情后,出来安慰观众,声称自己并不知情 理解大家的委屈,同时自己已经和公司沟通,要求主办方给观众一个说法 对于这种公然欺骗观众的事情,之前也大有发生 梁永齐在2017年演唱会北京站的时候,因为没有表明歌曲最低时长和演唱最低歌曲数量,就被处罚了5万元 被处罚的还有去年鹰,成都,一首歌《大火》的赵雷,也是在去年北京站的演唱会上,因为主办方提前公布的是演唱40首歌曲 而实际上只演唱了其中的27首歌曲,公然的欺骗,也受到了处罚5万元 这种欺骗观众的做法,不仅让主办发的名誉扫地,也让歌手的名声受到影响,更重要的是伤了歌迷的心啊 也有很多歌手为了满足歌迷,宁愿自己罚款,也要继续唱下去 真的是实力爱歌迷 田富珍就是其中一位,之前在自己演唱会上,因为歌迷要求,田富珍超时演唱而被罚款15万元 田富珍反而很干脆,直说,哼,拿去吧,真爱歌迷 5月天早期在演唱会上也是因为歌迷没听够,状态特别好 为了不扫歌迷兴致,满足歌迷,让歌迷朋友继续听下去 自己也是一直唱到歌迷满意为止,后来也被处罚 田富珍和5月天不仅让小编想到一句话,爱自己的歌迷,让别人去处罚吧 开演唱会和商业活动,主办方都是为了盈利,所以一般不会考虑对明星产生的负面影响 有时就会出现明星被锅的现象,对此你怎么来看呢?欢迎评论 感谢观看